国民党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 媒体人赵绍康表态愿意重回国民党参选党主席 正在申请回复党籍 他说当前的国民党让人失望 需要有力的领袖 而赵绍康不仅自认是蓝军里最有资格 包括韩国瑜也全力支持 他说他很替国家担忧啊 很替台湾担忧啊 那看来看去 他认为 他认为只有我能够救国民党 这是韩国瑜讲法啊 他认为只有我能救国民党 那至于 我有没有资格 会不会有资格选党主席 那不是我的事情 江主席的事 他要考虑嘛 有资格就选 没有资格就不选嘛 把球抛给国民党中央 因为赵绍康要参选党主席 除了不符合一年党龄条件 也没担任过中平委等党职 虽然参选资格有疑虑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仍强力支持 除了脸书发文 也向江启臣要求 解决赵绍康的参选限制 想要支持国民党的人 甚至愿意加入国民党的人 或者 重新回到国民党的这些朋友 我们都展开双倍欢迎他们 那至于党内的选举的那一部分 党公职的选举那一部分 我想党有党的民主机制 所有的党员 在这个机制面前都是平等的 江启臣强调 所有党员都要遵从党规 而国民党立委林维州则是开第一枪 在脸书发文 欢迎赵绍康选党主席 但反对改变规定 让原本不能参选的变成能够参选 更强调 过去像是韩国瑜被动参选 还有郭台铭参选 都是因人设事造成混乱 呼吁党内应该继取教训 新唐人是台北屏洞终合报道